各位家长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Austin 然后来自普台高中 今年秋天会去芝加哥大学 今天我主要会分成四个部分来讲 第一个部分是我自己申请记忆的规划 第二个部分是我对大家申请的建议 第三个部分是作文 最后我会讲如何选校 首先我要讲我的申请记忆自己的规划 我是在高二大概三月到六月开始做 就是发现自己课外活动很少 然后开始做更多活动 然后我也在那时候开始找我所要申请的大学 然后再来到七月到九月 我开始想我的personal statement要怎么写 然后开始就是跟asset editor讨论 然后到十到十二月之后 开始确定要申请什么大学的时候 开始写很多作文 然后最后十二月到一月送出所有的申请表 然后说到为什么要选择英国跟美国学校 我觉得最主要是他们的教育资源 就是远比台湾大学来的丰富 因为他们那些大学都是有就是长久的历史 然后他们教授有很多都有得过奖 所以相对于本国教育当然社会比较好 然后再来就是出国是会给就是每个人一个新的挑战 因为在新的环境然后认识新的人 然后要用自己不熟悉的语言来学习 所以这会是就是我想给自己一个在未来的挑战 然后最后一个理由就是要扩展自己的国际观的事业 因为在这个全球化社会就是唯有透过自己走出去 然后了解外面世界然后你才能真正了解这个世界 然后我再来要讲学校跟我自己找资源 学校帮我们就是有提供给我们资源就是摩尼联合国辩论 还有一些国际资工跟发明展的活动 我个人认为他们虽然就是给你们这些机会 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自己去争取 然后还要自己去懂的去选择 像是他们虽然给我们国际资工机会 但是我我其实没有去参加 原因就是我个人认为就是真的真的要做资工 有心要做资工你不管在国内或国外做都是 效果都是一样不用为了就是为了申请 然后砸大钱去做一些没有必要的事情 所以我在台湾有跟panel做实习 然后我自己去医院当资工 然后在疫情期间有帮忙募款 然后捐一些物资到医院 然后最后是还有就是有tutoring program 然后教一些学生 然后我自己的考试SAT是从高二十二月开始 一直考到高三才结束 然后最后从1420 然后最后进步到1500多分 然后AP我一直拿了三个五分跟三个四分 其中五分一个是中文两个是数学 所以说起来其实也没有很多 然后再来是我要给大家申请的建议 然后再来是我要给大家申请的建议 首先我们就是在逐年申请者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我们要懂得就是让自己被国外的招生官看到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建议你自己的价值 你要告诉那些招生官说你自己的价值在哪里 像是我身为一个环保主义者 我就是我本来就有参加很多活动 像是我在环保站做事工 然后在实习的过程中 我有研究就是风力跟海浪波浪能的结合的发展 然后最后我有展现我这些理想在我的诗诗里面 然后再来就是我有长期写书法 然后我在我的作文还有申请表中 我都充分展现出书法如何塑造我这个人 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是你要让自己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你要就是你要在各种方面展现出你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像是芝加哥大学他就有跟别人不一样的作文 所以在那里我可以充分表达出就是我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思考方式 跟自己不一样跟别人就是看一件事情的观点 然后对于这些标划考试 我觉得SAT就是要及早准备 然后就是越早准备当然是越好 然后最重要一点就是要找到方法 因为我觉得方法真的很重要 就是像一个就是没有去过美国 然后也没有去过其他也没有读国际学校的我来说 就是我其实英文没有很好 但是我最后自己发现就是我找到 透过刷题跟检讨 我找到自己的方法 然后来帮助自己能提高分数 像我的文法最后在这一年准备中我进步大概80分 然后课业跟入学考试间的平衡 我觉得GPA就维持在一定的标准就好 然后这些标划考试虽然在近年就是很多大学都变成optional 但是如果有的话还是可以为你申请加分 然后再来是AP SAT托福跟雅思 我觉得这几个考试中只有托福跟雅思是具有必要性 因为他们是国际学生都一定要提交的 然后身为一个SAT只有1500 就是也没有到最高很高分 然后AP也没有很多科 我觉得我可以讲说就是AP跟SAT 其实是比较算多余的东西 就是他们是可以为你申请加分 但是不一定是必要的 然后接下来我要讲我的作文 首先就是要如何就是你搞 就是我们可以先开始想说就是我们哪里是跟别人不一样 然后再想一些就是吸经的梗 然后最后再用一些举例说明 然后来support your argument 然后说到我的personal statement 我是讲书法如何塑造我这个人 我利用书法的各个书题 然后来讲我在发明展中 就是我对一个发明品的看法 然后还有最后讲说这个书法最后我其中的选择 然后还有他对我的影响 然后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我的芝加哥大学的作文 他们都有两个题目 然后第二个题目就是YU去卡口 就是每年都一样 然后第一个题目是就是他们特别的 就是我们可以从六个题目选一个题目 然后第六个题目就是从历年题目再随便选一个题目 因为我看今年题目都是各个都是我没有想到什么东西好写 所以我就选了一个历年最短的题目来写 然后在这两篇作文当中 我也用比较独特的方式 我把这两篇作文合成一篇来写 然后这是我第一篇作文Find X的截录 然后我截录的第一段跟最后一段 我觉得可能截录会有点看不懂 所以如果想看全文的话可以再告诉我 反正第一段我是讲述说 我把自己比拟为一个经营岛里面的主角 然后开始在我的人生旅途上寻找X 然后我连接到我第二篇作文 然后继续用Find X然后来继续写下去 然后用芝加哥特有芝加哥大学特有的活动 Scravenger Hunt 然后继续写完这篇作文 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这篇作文 然后才能就是最后能让我进到芝加哥大学 因为就是我其他东西都是比较普通 成绩也不是班上最好 AP也没有很多课满分 然后就是因为这篇作文可能就是 让早晨跟班看到我真的跟人家不一样 然后最后我要来讲选校 我觉得选校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要选自己适合的 像是我在选校的时候 我会看自己就是 我会先看那些大学的排名 因为透过看排名 我们可以知道他们的学术能力有多强 然后我还会关心他的地点 然后像是我比较偏向就是在City 或者是Urban学校 然后学费的部分也是要考量 因为有些人家庭经济并不是很好 所以公立学校跟私立学校的差别 也是会在学费中图现出来 然后在选校过程中 身为国际学生 我们也可以透过看学校的大小 或者是国际学生比例 然后来决定我们最后要去什么学校 然后在选校过程中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一些网站 像是USnew或者其他网站 然后来找到自己适合的学校 然后最后我要留给大家一句话 就是一个在模仿游戏中看到的一句话 他的意思是说 有时候就是人们意想不到的人 会做出 会做出让人没有办法想象出来的事情 因为像是我在申请过程中 也没有人知道我会申请到芝加哥大学 然后学校也没有把很多资源放在我身上 所以就是唯有我自己相信自己 然后你常常做的更好更便不一样 所以比起我来说 就是只有我家跟Panel支持我 所以至少你们在这 至少你们就是比起我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 还有我支持 所以相信自己你们会做得很好 然后最后是我联络方式 有任何需要我帮忙 或者有任何问题都可以 欢迎来联络我 谢谢